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在运20列装之后 中国将开始打造战略运输航空部队 而运20也将补强中国战略投送能力的短板 近日有网友拍摄到运20运输机再次进行是非的新照片 现场目击网友称该机编号为789 说明运20的各项是非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之中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运输机 运20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上运20精彩亮相 首次展示了安装有先进综合航电的运20座舱 当时中航工业的负责人表示 目前运20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在顺利推进 相关试验是非项目按计划进行 中国即将真正拥有自己的大型运输机 今年元旦中航工业的新年赫斯里也提到 在2015年圆满完成了大运研制的各项工作 对此有专家指出 研制工作圆满完成意味着运20已经完成研发阶段 将开始定型审核 可能将于今年量产正式服役 现在从十二五成果展的情况来看 很有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早 有可能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在三季度就入役了 那就是这就意味着这个飞机的批量生产的工作全部已经准备就绪 所以说可以认为运20的研制工作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运20一旦服役将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够自行研制 并生产两把端机以上的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国家 俄罗斯军事观察网近日报道称 在U20列装后 中国将开始打造本国的战略运输航空部队 对中国空军而言 U20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分析称U20不太能够搭载中国最先进的99A2主战坦克 还可以运载大批作战物资 在载重30吨的情况下 可以从东北的哈尔滨不经停降落拉萨 也可以由西北的乌鲁木齐直飞厦门和海口 在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 中国军事力量可以在快速反应能力上赢得时间 而如果目的地是国外 那么经由中国西部出发 U20可以抵达中东和中东欧地区 经过一次空中加油 则可以飞抵欧洲大陆任何地方和中北飞 此外 在U20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为空中加油机 预警机 电子战机等 可使中国空军的选择余地更为广阔 战略投送能力被认为是现代战争优势战斗力的来源 也是军事大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 即使是美军正在推行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中 战略投送能力也被视为重要支撑 1990年8月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 拒不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撤军的决议 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为名 组成多国部队 对伊拉克发动武力打击 这场行动被称为沙漠盾牌 当时美国就是以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夺取军事制高点 据了解 美国空军当年的空运行动 可以说是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一侧空运 在沙漠盾牌行动初期 美军每天空运124架次 在运输高峰期间 每10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在中东地区降落 据报道 仅在部署的前两个月 美军空运司令部就出动飞机 累计飞行达到14.5万小时 人员物资周转量达到20亿吨 有数据表明 投送能力每提高一倍 部队战斗力增长2到3倍 而投送能力的两大要素 一是运输机 二是续航能力 有军事评论员指出 过去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相对较弱 所使用的大型平台 全部从俄罗斯引进 关键技术和投送能力的规模受制于人 一次投送的装备和人员的数量非常有限 并且在战时 若一些零件不能及时到位 如何延续投送能力 也是很大的问题 运20的出现就被认为填补了 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的短板 观察普遍认为 与其他国家的同类运输器相比 运20研制时间相对较晚 采用的先进技术比其他国家的飞机更多 因此在技术方面具备后发优势 无论机体设计 载重党力 以及飞行控制方面 都应该位于第一体队 好的 我们继续来联系特约评论员石鸿 石先生 有分析认为运20即将交付 对中国空军来说 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运20即将交付 那么就意味着对中国空军 战略空军的一个地位 它就进一步的进行夯实了 因为从战略空军来说 一个就是它的远程打击能力 第二个就是它的远程机动能力 运20就是起到远程机动的能力 有了它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大量的这种人员 或者是装备 迅速的运到数千公里之外 甚至更远的地方 去对突发事件 那么进行有效的应对 维护我国在海外的这些利益 第二个 它可以增强中国海军的 中国空军的这种远程作战能力 比如说像以前的话 那么空军的战斗机 它可以迅速的进行转场 到达前线机场 但是空军战斗机所需要的这些后勤 地勤人员 还有一些后勤维护的装备 它就很难同时到达 需要用其他的这些运输手段来进行运输 这样的话 时间上就有一个脱节 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快速反应 但是有了运20之后 它就不一样了 那么运20可以将地勤人员 以及相应的这些维护设备 迅速的进行运输 然后与空军战斗机 同时到达前线机场 迅速的进行作战应对 这个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美国空军 现在主导的一个快速猛勤计划 它也就是将少数的F-22 与417大型运输机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任务包 那么未来的话 云20也可以进行类似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空军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 就会得到一个更大的提高 那么它的一个远程机动作战能力 也会有很大的加弹